8毫米的钢丝绳 既然能够承重3000多斤 这能安全吗 山东赵师傅是一位空调装修工人 人工安装空调不但费时费力 安全还得不到保障 甚至一些危险的地方 人工根本就无法进行安装 必须要用吊车 但使用成本很大 赵师傅就萌发了一种 能够把空调提上去的机器 它是通过链轮与板链的摩擦力 沿着钢丝上下运动 采用两个尺寸 使齿轮与钢丝绳的咬合力加强 机器提升重物时 不会发生坠毁的风险 为了增加机器的电解性 赵师傅采用麻型钢丝绳 将钢丝绳的宽度缩减至8毫米 使每100米钢丝减轻10公斤 却能够承受住3800公斤的重量 电机的功率加大 使机器提升的速度更快 一分钟就能提起10米 它发明的提升机携带方便 安全也能得到保障 常用于电力通讯 太阳能安装 高空作业等 对它的发明 变强了